半马到底有多远? 沿途应该是什么地方? 不如让我和大家预跑一次吧! 如果你已经在一个半小时里完成10公里 还会经常练跑 那就可以考虑挑战半马 以下是我在2017年跑半马时的录影片段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很多人都会在跑完后才贴纸和贴的 我就发现在跑之前贴更加有帮助 总结过往的经验 第二天最痛的地方 就是肚中贴有止痛贴的位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半马的起跑点是尖沙咀 终点是维远 最辛苦的那段就是出西岁后的干落到西天桥 好,出发! 加油! 一开始是跑尼敦道 但直路一条,没有车 可以肆无忌惮地在马路上奔跑 真是很猖快 什么?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跑马拉松? 记得,2012年听到表弟说他跑东京马拉松的时候 不单有机会跑着看著名景点 沿途还有很多支持者请他吃饭 表弟那句 真是吃得很饱 令到我心里充满斗志 于是,就以2013年10公里的赛事做目标 2012年开始连跑 很快就完成了一公里了 跑了三公里之后会觉得特别累 但熬过了之后就会慢慢进入状态 转过弯就会进入连长道 跟着会辛苦一点 因为要上斜 根据专家的意见 上斜的时候可以在手往后摆的时候加大力度 那就可以增加前进的动力了 至小就好像滑雪 记得,最初连跑的时候很快就觉得很累 有几次因为脚实在太痛 要暂停练习 那时真的很担心脚会好不回 变成残废 不过,忍识了一会之后就慢慢好回 跟着还懂得因应自己的身体状况 调节,练习的强度 虽然都会觉得痛 但已经可以分辨到哪些是肌肉增强的痛 哪些是受伤的痛 不但肌肉的力量加强 对自己的认识都增加不少 因而少了很多不必要的忧虑 无论是肉体上 又或者精神上的忍耐力 都大大提升 不过了五公里 就会有水公营 等我都拿一杯喝喝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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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六公里之后 就进入青葵公路 路面又直又平 好好跑 总会见到很多已经跑过折返点的人 向着细细的入口跑 过了十公里之后 期待已久的细细就近在眼前了 在细细附近 特别多人为我们加油 还有食物 来到细细就跑了差不多十三公里 就算吃了早餐都会觉得好饿 大会供应斜尼茄 等我都拿一粒吃一下 嗯 真的很好吃 开始练跑之后 发觉人生其实都好像怕拉松一样 会经历痛苦 会有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 有时总会觉得前路茫茫 但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相信无论在任何景况 天父都会为我预备出路 上帝会叫不可能成为可能 自有体药多病 血压偏低 在街上云低 比较会车送入院的次都时有发生的我 今年已经是第二次挑战叛马的赛事了 因为神的恩典 神迹就真的在我身上发生 说起神迹 今次跑叛马 真的有些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这个特别的经历 就是在出西岁之后发生的 话实话 西岁就在眼前了 进入西岁了 在西岁的大喊 已经成为一种仪式 进入西岁前就有饭 进入西岁后就有充值有茶 大会真的很贴心 出了西岁之后就要硬上杆落到西天桥 这段路就是全个半马最难捱的 不过也是在这里发生了些不可思议的事 当我好专心地向上硬的时候 突然有个人向我大喊 蝴蝶啊 我当时已经累到剩下半条人命 完全都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那个人见我没有反应 于是就再跟我说 在你的手里啊 我看一看这只手 原来真的有个蝴蝶在我的手里 记得第一次跑半马的时候 就是因为捱不过干落到西天桥 扔了一阵就决定放弃 结果出了西岁之后 就散步地走到终点 今次都不肯定自己捱不捱得过 这只蝴蝶可能就是来鼓励我都不定 希望我可以跑不全正 冲过了碎蓝崖那一段 看到会展了 还有四公里左右 好嘞 一切的通路 就再多注意好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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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公里 还好 有点好 有点好 最后一公里 鼓起大家順地完成我們2017年的渣大香港馬拉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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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